最近呢很多朋友说 小九你的脸怎么变得那么大 其实呢我这个不是脸大 我这个就是稍微脸皮 比原来厚那么一点点了 虽然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整容方式 比如说这个拉个皮啊 或者是效果啊 能让我变得更帅 虽然现在已经很帅了 估计这种方法呢也是改变不了脸皮厚的这种问题 哎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在我们的photoshop里边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让我们在照片里边就可以起到整容的作用 现在呢就是我们通过photoshop软件来改头换面的时候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人脸智能识别在哪 打开photoshop 然后呢找到一个你要整容的照片 然后在滤镜中有一个液化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液化早就有的功能没有什么新鲜的 哎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哇这么英俊的脸有什么可修的呢 对吧 但是我也不能修别人的 只能拿自己的作为一个案例来修一修 以往我们的液化大家都用过是吧 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件形状啊 变一个眼大眼小或者是瘦身 拍摄产品的时候也可以去修衣服呀 修产品本身的一些瑕疵 那一般用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哎左上角的这个叫向前变形 通过这个呢我们看看啊 哇 沈风耳就可以拉动哎你想拉的位置 有点像这种感觉 哇这这个就是小精灵嘛 哎比如嘴巴的话 耶笑一下 笑一下 哎哎 哎这样非常喜情是吧 让下巴稍微尖一些稍微尖一些稍微尖一些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去控制脸上的某一个器官的时候 其他的地方也会随着动 所以你的脸就一下就变形了 当然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可以选择选区呀 或者是用别的方法来让它固定不动 但是你会发现了 如果那么硬的去做的话 总是不太自然对吧 然后除了这个工具 我们用最多的就是什么呀 这个叫膨胀工具 还有这个叫褶皱工具 对吧 膨胀工具很好说 我们让眼睛大一些 我我我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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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这个这个眼睛 太大一些 我这个有点太大了 看到眼睛大的同时 这个眼睛框也就变形了 哇 那么感觉 打不圆情了一样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这个缩小的工具 是吧 不是这个嘴缩小一些 你看 这个嘴和脸一下就缩小了 所以它的范围是比较难掌握的 对吧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去整容的话 很容易就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同样用的也是液化这个功能 但是从Photoshop cc的2015年版本到cc的2017年版本 都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脸智能识别 它在什么位置呢 就在我们右边 是吧 就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右边 我们会看到 哎很简单 就写了人脸识别液化 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唇 然后还有脸部形状 下巴高度 下额等等的 这个特别细化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通过 右边这个人脸识别液化 我们来看看 这样修的会是什么效果 比如说眼睛的部分 这个划分的特别细 比如说有眼睛的大小 好像有左眼和右眼 我们看看 你看我在滑动 左眼的时候只有左眼睛动 而且你看它周围的肌肉也会跟着动 然后我右边是单独也可以去动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的锁链 是吧 我们点击之后 我们会发现拉动一个眼睛的时候 另一只眼睛也会同时放大 比如说我们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时候 就可以单独去调整 对吧 如果觉得两个人眼都小的话 那我可以同时调整 然后当然还可以调整眼睛的高度 是吧 眼皮的高度 这个很有意思 还有眼睛的宽度 然后眼睛的斜度 就是这么一个斜度 非常的明显 然后还有眼睛的距离 就是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 我这调整太细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眼睛差不多了 左边稍微有点太大了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一下鼻子 鼻子的高低 鼻子的宽度 本身我这鼻子很宽了 我就不想让它快点稍微窄一点 然后是嘴唇 嘴唇里面包括了微笑 这个是特别好玩的 我们来看看 大家看没有 这个嘴吧 自己往上扬 对吧 你看它在修改嘴的同时 它的肌肉一样跟着去变换 所以这样非常的自然 然后上嘴唇的薄厚 下嘴唇的薄厚 然后嘴唇的宽度 嘴唇的高度 性感的嘴唇 然后还有脸部的形状 其实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帮助很大 因为我脸很宽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前额 前额我这个不用 是吧 拼拼饱满 下巴的高度 稍微长一点 脸长一点 显瘦 然后就是下额 下额的宽窄 大家可以看到 都做筛了是吧 然后如果拉到右边之后 脖子脸 所以呢 调整一个适当的位置 然后脸部宽度 脸部宽度非常逗 大家看 在调整脸部宽度的时候 眼镜啊 然后耳朵的位置啊 头发都会跟着变 所以自然很多 哎呀 这个软件真是太强了是吧 因为以前我们总是知道 有很多美颜的APP 是吧 他们修出来之后 感觉非常非常假 就是你一百个人去修的话 都是差不多的 而photoshop呢 哎 他是走的是专业路线 对吧 他可以更真实的调整 更细致的调整 所以说真的 如果用photoshop调完之后 基本上我是看不出 背后期过的 对吧 因为他的表情是根据你脸部肌肉 来进行运算 是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这个照片真的是不能当着了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后期 因为实在是很难分辨了 好了 这就是这期的小酒盛和ECP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酒 如果喜欢我们的小酒盛和ECP的视频调整呢 那就扫描我右边的二维码 好了 我给你时间赶紧扫描 每天我们都会推算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啊 好了吗 拜拜 拜拜